字幕志愿者 這邊請 在哪兒啊 這邊請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看這個優美的環境 我們現在來到苗栗國的 公館鄉這邊 這裡是台灣唯一 主要就是想說 紅棗入菜之後 給人家一部身子 龍體安康對不對 沒錯 重要 國藝才會昌龍對不對 沒錯 所以主要是他們這邊 還有陸的那個美食 2023年第三屆的 苗栗魂一間入選的喔 不錯喔 可以吧 Let's go 試試看 這邊請... 王上好 因為是這裡的老闆啦 老闆啦 但是看到王上也是要行的 很利的吧 老闆 對啊 下跪離嗎 對啦 看你誠意... 對... 算的是吧 好... 聽說這邊都是紅棗入菜是吧 對... 王上想先從哪一道下手呢 這個肉 這個肉是吧 請問這道是... 叫擠醬排骨 一般我外面看到是陳支醬 沒錯 我們這是用客家擠醬 然後味道 所以跟人家不一樣 好 不錯耶 所以說剛才我們跟老闆會說 超好吃耶 你今天完全進入到角色裡面 當然 是有一種還不錯耶 還很難平啦 對 但它這個極醬吃下去 酸甜的味道反而更夠耶 而且因為它這個排骨 它就有一些地方 油脂比較多一點 但因為極醬的關係 它就不會讓你很膩口 甚至上面撒滿了白芝麻 就有一種那種芝麻的香味 好像這個可以辣到你的滿岸水洗禮 可以... 那我們再試吃這個醉雞 好好吃啊 我差點就吃黃色的皮肉啊 好好吃啊 好吃啦 我以為要被打肉蛋 但是我會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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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它這個醉雞 那個酒香味都還在 而且吃下去的時候 這皮下的脂肪 跟人家看 油亮... 它整個是滑滑順 而且在嘴巴裡面的時候 吃起來的時候 那個香氣會一直咀嚼 那時候酒香味會一直出來 對 然後加上這邊特有個紅棗 好喝 可以嗎 黃少 好喝... 太爽了 一般 那你最近是用紹興酒去醃製 對 沒錯 我今天有紅棗酒 好 紅棗酒 台芹了吧 台芹了吧 台芹 因為這段鹿醉 我讓黃少有一點餓到了 所以他現在吃是滿台芹的 黃少有一點湯吧 黃少... 好 來... 黃少可以除了好爽 講別的話嗎 太爽了吧 太爽了 你管我 他就會在那裡 我就太見了 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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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啦 那可以 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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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為了這一點錢 黃少 對不起 黃少 行了... 因為喝下去 它是有醇厚的感覺 就是有那種你吃要燉的 那種雞湯的感覺 但它多了那個甜味 反而是很舒服的 或者是在甜度上面 連你那個聞起來的味道 也都是充滿了紅棗 但是黃少... 如果我提醒你一下 我們剛剛說到這邊 不是有一道菜嗎 美食評鑑500盤嗎 2023年13千 似乎現在看好像沒看到啊 為什麼啦 老闆 是不是把它 對 這是故意嗎 好戲在後頭 那... 壓軸... 這個是唯一入整的 對... 這個 因為剛剛過後的餐廳就加菜 對 然後這個我們當地人是餐菜 是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那邊玩水茶 其實封尾對面就好聽話 黃少奇想魚喔 還不錯嘛 黃少奇想魚喔 黃少奇想魚喔 怎麼了... 怎麼了 蛤 我這個不見了 什麼東西不見了 真的不見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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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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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喔 好厲害喔 它的肉碼真的是 油脂跟皮的地方啊 本來以為說油脂 你可能稍微融化 入口即化 OK 但它的上面那個人皮 包嘴巴裡面的時候 一推開 它也是就化開了 對 就是它豬油的甜味 好甜喔 然後夾在中間裡面 它梅干菜那個鹹度 一般就是耶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在於 這道菜它也結合了紅棗 主要就是在外面這個饅頭這裡 所以是真的把那個紅棗 發揮的淋漓盡次 結合在每一道 傳統的客家菜裡頭 全外可以逆選到500盤裡 好好吃喔 你看 苗栗餡就是用意 對啊 所以我才在逃送來啊 當然 逃送來啊 滿意嗎 這家 爽啦 我在這裡很貼心 我幫你準備了一個小遊戲 我準備了工女 讓你翻台 決定去哪兒玩啊 好 進來喔 工女可以進來了 幫你進來了喔 你馬上請抽牌啊 沒事... 沒事我幫你拿著... 拿著喔 請抽牌啊 這個 就那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什麼 鹽飛 鹽飛 鹽飛... 黃燒 是不是啦 是不是平衡 這什麼 黃燒 黃燒 黃燒累啦 累... 吃得很累 對不對 這個 好 待會兒去吃下午 好... 你們的眼光怎麼會超這種啊 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吃得到耶 黃燒 您慢點啊 我們來到這邊 你看 這邊是個五谷宮 很大的一個宮廟 主要是信奉的是神龍大地 神龍大地就是讓大家豐收嘛 對不對 所以在苗栗國這邊 他們有非常多的特產 像是紅棗 芋頭 琵琶 甚至葡萄 不知道為什麼是呢 也就是因為您的能力 所以讓整個豐收都很好 風條雨順 主要就是看皇上 所以說主要來這邊 是告訴你這些歷史之外 其實在廟的周圍 都會有好吃的 廟跟市場周邊 因為這等於是以前 最早開發的地方 所以都會有一些小吃聚集 看到這個是早上的 有點像早市 對啊 你看 市場對不對 都是在一起的 真的有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來 找它的下午茶 聽說是厲害的 就是在地吃的 老闆哥 你有沒有覺得有這種氣味 有沒有 有耶 對不對 它這聞起來 是稍微帶點臭味 就是臭豆腐 臭豆腐 傳統的民間小吃 不如我們來當個點心 吃一點好不好 吃一點看看 老闆在嗎... 老闆娘 你好 皇上 你好 你要跟他行個禮吧 有... 有... 可以... 你們這些開很久了嗎 20 20 好東西 好東西 對 東西都是老的好 那我們可以來一份臭豆腐嗎 再四神湯一碗 好 謝謝... 太棒了吧 請坐... 皇上請 好 好 皇上來 小點心啊 這個鹹的好 吃一下... 除了我 而且它直接把蒜頭搭在裡面 我就是喜歡這種帶透鏡 直接來 來 爽 好吃不行 不錯耶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啊 沒有... 這個真的耶 咬下去 你看你看外面有酥 好爽喔 對啊 然後那個是 應該是有點醬油膏吧 然後蒜頭生蒜頭喔 夠了... 可以耶 它那個蒜 它的醬油... 醬油膏好像本身就已經 一些小蒜頭 味道就很夠 但是很妙的是 它加滿滿的蒜頭咬下去啊 這個滋味大家一定就可以想像得到 它主要是它就做那種 外面超酥 可是裡面怎麼嫩到一個 你不想嫩 嫩到你有點嚇到 你會覺得好像在吃 嫩豆腐或者是外面皮有嚼勁一點 但是吃在甜不辣裡面 吃得到的那種油豆腐 裡面超嫩的耶 超水的 它整個把醬汁全部都吸在裡面 而且是聞起來 真的很夠熱 但吃下去 完全就是那種油炸的香味出來 這個很爽耶 這個蒜很燙耶 味我多好吃 我吃吃看它有泡菜 它的泡菜比較是那種脆口的 但是也不是說帶酸或帶辣的那種 它不是那種味道很重的 相反的它感覺只有稍微醃一下 然後它就是取那個很脆感的 那種狠的部分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多一個清爽的那個 從事你那個臭豆腐的 那個蒜蓉的味道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 吃點辣椒吧 謝謝大家 我要吃吃看 因為以我對美食的了解 以我小魚子對美食的了解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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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我剛剛才在那邊清虛 以我對他的了解 太辣了 這種辣嗎 真的啊 真的假的啦 可是這種樣子看起來 感覺是偏鹹的那種辣椒味 我要配你給它 其實真的蠻辣 好辣喔 我怎麼辦 我這樣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說皇上可真是好 然後他做出是陷阱了 我知道 好辣喔 好辣喔 不是很爽耶 好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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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跟你講喔 通常很辣的那種 你有時候吃進去 它不會是馬上給你回應的 這個是你舌頭破一點點 它就是 就是有點不講理的那種 地頭舌的概念 就你拿在地盤 通常大家都會禮貌的打招呼 他不管你 他沒有 這太重招了喔 老闆娘 這辣椒你們自己做的喔 是的 朝天椒嗎 是的 天啊 太辣了吧 超棒的 再配上它的四層湯 試試看 吃一下新的四層湯 給它四層湯50塊 但是它的料滿出來耶 滿滿的 而且嘗試給超多的耶 真的糟了喔 對啊 料太多了吧 它是屬於那種很厚的感覺的 我以為像四層湯 我喜歡這樣喝是有時候 有些有那種米酒藥酒 中藥材那種藥酒 再割一下 會有個酒香味 這樣喝下去 它是覺得它的中藥材啊 吃成湯湯特殊 這種中藥材味道都有進去 但它不會像你在吃 食物的湯的時候 那種藥味太濃 本來是厚實的 爽 而且這湯滿臭的 這樣變起來滿好吃 但我... 大推這個豆豆腐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喜歡吃辣椒魚料 我現在嘴巴超痛的 待會兒我們這個吃完去吃火 好 完美的行程 舒服... 我說我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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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